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粉紅色的小日子 我是莉雅 那這支影片主要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手帳上的選擇 以及我手帳裡面都寫些什麼 我手帳的使用規劃 然後我會分享一下我的月祭司都記錄了哪些事情 那日祭司的部分又是怎麼使用的 那我會用我從2015年到2019年的手帳來作為實際案例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首先在手帳選擇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我的手帳都是在一般書局買來的 並沒有特別說上網去找哪些品牌之類的 我都是在年底的時候去書局 然後挑一本自己綜藝的就買下來了 因為我曾經也為了把手帳寫好 然後去書局買了一本很高級的筆記本 我記得那時候一本要280吧 然後我覺得我一定會把這本手帳寫得很好 結果我才寫了可能不到10頁就放棄了 從此之後我就覺得手帳這種東西呢 就是要去寫才有意義 它的價值在於你記下的事情 而不是它本身筆記本的昂貴 或是稀有之類的 所以我後來都買這些書局 這是對我來說我覺得 或許也是因為它比較便宜 所以我在寫它的時候就更沒有那種包袱的感覺 那手帳本上面有沒有插畫這件事情呢 我會根據那年的心情來做選擇 插畫呢相對在寫的時候就非常簡單 只要貼上你想要的資訊文字就好了 但是呢我有一年曾經買過空白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這種這種已經有填好的筆記本 它會從八月的時候開始計算 那我找那本空白就是希望說我從一月的時候再來計算就好 不然每次都會有重複的時間被浪費掉 但是我在買那本筆記本的時候其實很擔心 因為它全部都是空白的 然後我一直在想天哪知道我要怎麼填滿 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呢 那本筆記本卻是我覺得最捨不得丟掉的一本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常常都用這種插畫的 也許你可以嘗試看看用空白的筆記本來謝謝看 那如果你一直都是用空白的 然後覺得自己真的無法駕馭的話 那麼我非常推薦大家買這種插畫的 看起來既美觀又不用花太多時間 就可以用一本漂亮的手帳 那再來來分享我手帳的使用規劃吧 我每次因為手帳都是新的一年開始寫 所以我都會在手帳前面的地方 寫下我今年的新年新目標這樣 就放在最前面就可以讓我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 或者是我今天可能月人都會有點健忘 所以其實到中後年的時候 真的會忘記自己寫下什麼目標 所以放在前面的時候 就可以常常拿出來提醒自己 欸要記得你的目標喔 那首先在月祭祀的部分呢 我主要會記下朋友的生日收支紀錄 活動紀錄 然後也曾經寫下過每日的宵夜紀錄 那宵夜紀錄主要是因為那時候 我才剛進入手帳這個坑 其實還不知道在前面這個部分要寫什麼 於是呢我就乾脆用原子筆來畫 像我每天宵夜吃什麼好 那時候畫的時候其實沒有感覺 但現在在看就覺得哇塞 畫得好像也是還不錯耶 那我會把朋友的生日寫在月祭祀主 然後是因為我在分了那一個月的時候 我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這個月有什麼朋友生日 有幾個朋友生日 然後讓我可以知道說 欸他在哪個時候生日 那我可能這時候就要開始準備生日禮物啊 之類的 以及這個月有幾個朋友生日 我需要準備多少禮物 然後在預算上 可能要做些什麼樣的控制 那麼在前面 我現在主要前面 月祭祀的部分 都會拿來做為我的收支紀錄 我只會大概分一下 比如說早餐、午餐、晚餐、娛樂 以及購物方面 那在收支表的部分呢 其實我也有一段時間很疑惑 我到底幾乎像這樣子的東西有什麼用 因為呢 我想要買的東西 我就是會去買 那必須買的東西 我也不可能說不買 但後來呢 我就發現一個方法 就是我可以在每個禮拜之後 用紅字總結我這個禮拜所有的花費 這樣讓我可以很快速的知道 欸我可能已經花了多少錢 那我跟我原本設定的目標距離有多遠 那我還可以花多少 或者是說我可能真的要節省一點了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目前為止 我覺得蠻好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再來這次的部分呢 我主要會在這裡寫下 我的大半世上 日記、語錄以及我的行程的細節 那因為我其實我是一個蠻健忘的人 所以我習慣在催淺寫下 我明天要幹嘛 這樣呢 我明天起床的時候 打開就知道 欸我今天要幹嘛 我必須要幹嘛 因為我發現如果沒有這麼做的話 我可能就會不知道我要幹嘛 然後就耍廢一天了 所以後來我就養成了這種習慣 那就算是小事情我也會把它寫下來 那我有時候也會在日記式的框框裡面寫下 可能我今天的心情日記啊之類的 反正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那再來分享另一種日記式的方式 就是我會在前面寫下我的大半世上 那在方格裡面呢 寫下我那天想要記錄下的事情 就有點像日記的格式吧 那後來我不這麼做是因為 因為我自己也有寫日記的習慣 所以我在 記在這個筆記本之後呢 又寫在日記上等於是第二次寫日記 所以會有點不知道要寫什麼 後來呢 我就並沒有在日記式去寫下 只是自己的規劃了 那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寫這種日記式的小秘訣 就是呢 你可以用不同顏色的筆穿插 這樣子隨便寫都會變得很有趣 那再來就跟大家分享我最後一個 就是那時候我買全空白的筆記本啦 就那時候我買這本的筆記本的時候 我還特別去買很多貼紙跟紙膠帶 因為我覺得第一次面對這樣子全部的空白 有一點慌張 但是後來呢 這本卻是我最捨不得丟掉的一本 那那時候因為這一天一個 所以我就剛好 而且它全空白 所以你就必須去填東西 所以我就會在這樣 日記式的格子裡面 填下我那天的記錄 我覺得每天都一定有一件事情 值得你記錄下來 不然你那天就好像有一點白貨了 真的因為它前面一個空白的地方 所以我會把那支紅目標 或是我必須要做的事情 寫在這一個 那其他代辦事項一樣 一律用黑色的筆寫在上方 這樣我就可以 就算是日記跟代辦事項夾紮在一起 我也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說 我的代辦事項在哪裡 那下面可能是我的日記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裡啦 大家掰掰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我的 沒有每天寫的日記本的話 就在留言給我好了 如果我有信心的話就來錄影 我可以加日記錄可以嗎 我可以讓你這裡 這支影片 我便保存在這支影片